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开箱许多观众敲玩很久的莱德黑豹512GB 2.5吋SSD固态硬碟 老实说在开箱美商博地P210时我就看到它了 只是当时它的售价没有P210那么有竞争力 也觉得它规格应该是和P210是同样等级的SSD固态硬碟 没有必要在同样规格等级产品再拍一次开箱测试 所以我就跳过它了 但很多观众可是不给我过啊 一直敲玩要我测试看看 还三不五时的告诉我说 莱德黑豹512GB SSD是有配暂存记忆体颗粒 真的非常香啊等等哦 我没听错吗 这种低价位产品不配给你QLC颗粒就很客气了 还要求有暂存记忆体颗粒 不是这家公司疯了 就是佛心公司不想赚钱等的关门大吉吗 结果广大的乡名贴了来的黑豹系列广告文案给我马上打脸 我一看真的确确实实标示有记忆体缓存 不会吧 这应该是写错吧 上面产品图片放的是ETB容量的SSD 它说的应该是ETB有记忆体缓存吧 而这512GB文圈是每边人员没有改到 球方便直接上去吧 反正现在杀到谷底价 只要588元就买一个回来测试看看 但我也必须提醒大家要保持平常性看待它 一颗才卖588元 看到这价格你的心中应该也有数 读写速度能好到哪里 不外乎就是一分钱一份货的概念 你只花个500多元 还要求它有KC600或是MX500的高效能 你真的期望也太高了吧 你嫌它慢没有效能 它还没有嫌你穷鬼买不起高阶SSD用 所以大家就平常心相互看待就好了 哎呦 虽然说它很便宜 但在外包装上也没有少 还用上纸盒帮你包装好 也算是好评啦 而在正面有产品实体照片 和产品名称保固三连标示 SSD固态硬碟容量大小 在背后则是简单的产品规格说明 和厂商资讯 好快来开箱拿出来看看吧 这黑豹512GB 2.5寸 SSD的外壳是用塑胶材质 四周没有任何的螺丝固定 仔细观看一下 它的外壳卡扣固定方式 完全和时间科技的CX2一样 等一下应该会很好拆开来看里面的主板东西 那快来拆开看看 我这颗黑豹512GB 是抽中哪一家的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首先在防拆保固贴 一样按照我上次教的 用吹风机加热 和塑胶贴膜 尖锤夹子 一点一点分离出工具 可以撬开的距离就好 现在这拆解困难度 完全和细拆二一样 只要轻轻工具沿着四周 一点一点的撬开就可以 真的蛮好拆的 哇 这主机版设计风格和先前P210没有两样 也是没有缓存记忆体设计版本 而且连主控晶片也是用大陆得益为主控晶片 看样子我是抽中QLC颗粒啦 等一下再来用软体查一下 是Intel还是Sandisk颗粒 在储存颗粒上可以明显清楚看到型号是SD开头 我觉得我应该是抽中SandiskQLC颗粒了 而这颗粒在正反面各有两颗由128GB四颗组成 哎呀不妙哦 如果是QLC颗粒 又是没有缓存记忆体的512GB的硬碟空间 大约有一半会被拉去做SLC模拟缓存用 到时写入表现会很惨啊 早知道是QLC颗粒 应该要买1TB来测 再差也还有500GB的空间可以使用 那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这次测试平台是机家Z690主机板 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NR2 SSD是金士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P每秒 显示卡是维星GamingX3RX6900XT 16GB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0度5的台湾存天 先来用测试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软体 再来确认一下我抽中的项目 嗯...主控是得一为YS908X 而储存颗粒是Santhisk 112XQL7颗粒 唉...不知道要说什么呢 接下来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完全没有使用过 但你的待机温度也太高了吧 已经来到40度 有点夸张耶 后来再经过我多次使用 Crystal Disk Mark 读写性能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完全没有变动过 一样老神在在维持在40度 让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它应该是没有温控感应功能 所以上面一直标示为40度 看样子的你只能看看就好 别太在意了 而最后在空白淋巴测到读写速度 是有达到官方标示保证 读取有551MB每秒 写入有470MB每秒 在它的4K Q1 T1表现 是比P210差一点点而已 还是能用吧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一样发生识别怪怪的问题 所以这个测试请参考就好 而最后总得分有700分 IoPS约在32000和57000左右 再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黑豹512GB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可以看到它全程表现约在510MB每秒读取速度 只有在70%尾速有一些不稳定 但也还好没有出现夸张调述问题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它在初期测试写入速度约在450MB每秒左右 让我稍微高兴了一下 还好它的写入速度不是过5%就掉到谷底 还可以撑到28%后才会表现出QLC颗粒的原始姿态 一路掉到只剩40-50MB每秒上下的写入 之后就会出现鬼打墙现象 不断无限增加写入时间 所以它的SLC模拟快捷空间大约有130GB可以用 我们来改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看看 以后使用上次52GB测试档护制到黑豹512GB里面 初期写入速度可以高达198MB每秒左右 但写到18后就马上爆充到450MB每秒左右 在那上上下下大幅度的跳动写入 最高写入速度有910MB每秒 最低写入速度有160MB每秒 这种QLC颗粒燃烧自己全速写入真的让人很敬佩啊 最后在78后就差不多是它用尽力气了 会降到130MB每秒左右的机械硬碟写入速度 让你可以顺利安装作业系统Windows 11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不断重复拷贝52GB测试档到黑豹512GB里面 约在第三次档案总计有156GB 当拷贝到49%后写入速度马上狂掉到 临各位原主而停止写入动作 大约在3秒后就又恢复到QLC颗粒本质速度50MB每秒 在上下写入 所以说黑豹512GB的SLC快取模拟空间真的就是130GB 用完后你就只能花时间慢慢的等待它写入拷贝完成 我们再来加压测试 在拷贝第四次52GB测试档到黑豹512GB里面 结果可想而知 大约写到48后就直接调述到18MB每秒左右 马上变成USB随声碟写入速度 而且写入中还一度禁止没有任何动作 我还以为不会直接死机当机了吧 我马上试着摇动滑鼠 哦 还好还在机上工作 但在后面的写入速度你看了 也应该不会想用它了吧 有时三不五时就停下来不干了 有时又很快的写了一下 真的让人猜不到它 让我不敢相信啦 最后是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区块的读写就是这低价位的SSD水准 读写速度约在325-400MB每秒表现 到256KB时也不错 也是可以达到它应有的表现 460-518M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是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来的黑豹512GB 2.5寸SSD固态硬碟测试 老实说它就是中规中矩的QLC颗粒SSD固态硬碟表现 只要不把它的SLC模拟快取空间130GB用完 它都是能顺顺的给你服务使用 所以千万不要再把个人的档案往里面放 只要占用到它的SLC模拟快取空间 它可是会三不五时要等待它看它何时能写完 所以你看完后还是想购买来使用 建议是买它的1TB容量更大的SLC模拟缓存空间 使用上也更安心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就冲下去啊 真的会搞死自己啊 那最后还是老话一句 一分钱一分货 只花500多元你要它有MS500 或是KC600高阶SSD写入表现 真的是强人所难啊 我只能说你嫌它慢 它还没嫌你穷呢 在那里花时间等它慢慢写完档案 还不如早早睡比较实际一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看完后你还想便宜入手试试 就请告诉我你哪来的勇气啊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的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